我们身体里面的大部分毒素都需要肝脏来进行代谢,肝脏属于解毒的重大器官,一旦受到了损害会引起各种毒素的堆积,对身体造成严重的伤害,那如何才能够养肝护肝呢? 六种方法养好感,长期的服用药物,曾经感染病毒性肝炎,此是岁以上的男性,有肝癌家祖史的人,一定每年去做一次肝功能检查,千万不要等到有肝腹水,黄胆,消化到出血的时候再去检查,这时可能已经是晚期了,病毒性肝炎的患者应该每三个月去做一次假胎蛋白,以及肝功能的检查, 六个月去做一次B超或者可拉,二充足的睡眠,正常的睡眠时间应该是六到八个小时,当我们躺着睡觉的时候,解肝脏的血流量会增加40%,这样才能够让肝脏得到更多的营养,氧气以及血液,有利于肝细胞的再生以及恢复,在睡觉之前尽量不要做剧烈的运动,不然会引起兴奋,导致失眠,晚上11点, 之前进入深睡状态,三,早晨醒来之后运动,在早晨肝脏异常的活跃,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出去走动,能够把全身的气血调动起来,将肝脏功能达到最佳的状态,如果感觉身体低劳时,可以活动活动筋骨,或者伸个懒腰或者散步,这些都是养肝的好方法,每天要坚持30分钟左右的 有氧运动,四,不能乱吃药,接掉酒,长期吃酒的话会损伤肝细胞,养肝护肝最好的方法就是接掉酒,同时也不能乱服用一些药物,我们生活中的抗生素,以及解热阵痛的药物,对肝脏的伤害是最大的,如果生病的话要在医生的主腹下服用药物, 千万不能联合用药 五,要控制脂肪,肝炎患者要保证每天摄入足够的蛋白质,可以选择鱼汤,牛奶或者豆浆,但是急性发作时不能摄入过多的蛋白质,不然会加重了肝脏的负担,也可以适当的补充维生素,维生素可以增加肝脏的修复,以及解毒功能比如猪肝,水果,蔬菜,豆类,鱼类,乳制品和骨类等 6,要调整好心情,经过研究表明如果长期处于紧张压抑状态会损害到肝细胞,所以我们要保持平和的心态,乐观的面对一切,只有好的情绪才能够让血液循环,有利于加快肝脏的清晨代性速度,温馨提示,只要在日常生活中做到以上6点,就可以让肝癌远离我们,保持乐观心态, 避免乱使用抗生素,适当的锻炼身体,千万不能熬夜,因为凌晨是肝脏修复最佳的时机,注意营养的均衡,不能调食和偏食,发了梅的食物千万不能吃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谢谢大家